有人翻出了一個舊報紙 就是當時這個礦工災變 是因為它的液氧化碳 你知道因為那個挖礦的時候 你不知道地下的那個沼氣 什麼時候會挖出那個液氧化碳 因為有很多的這些氣體會在地底下 結果所以當時這個液氧化碳外泄 就造成了賴清德的父親 在他9個月的時候 他的父親賴曹金先生 因為這樣子在礦工災變中過世 那麼那個時候的一則新聞上面 明白的說當時這個賴曹金先生 他所住的地址 是在忠福路31-2號 而不是現在賴清德的那個 賴皮寮的84號 由這件事情就衍生了很多的論辨 有人說那是因為那個地址 地級重新變更 但是被蘇縣長打臉了 其實賴清德他們只提供片面的資訊 片面的資訊而已啦 就是說當時這個所謂的31-2 不是說他整編霸市而是31-2 他變成被變成包括四個分割成 拆分成四個建號四個門牌 也就變成四戶 也就一戶一個戶變成四戶 那這個就跟有一位記者 那麼一位記者他特別提到 那這個有一位記者 那麼叫做張宇軒 張宇軒 那張宇軒他在地方調查的時候發現說 那個地方都說原來是有一個大公寮 那這大公寮是屬於公司的 蓋的一個大公寮 那所以猜測就是說這個31-2 原來就是那個大公寮 那裡面住的四戶 所以這四戶就獨立都編給他們一個門牌號碼 所以這個就是大公寮 原來的所謂的84號 其實只是那個大公寮裡面的一戶啦 那跟現在的84號地點不同 那為什麼說這個地點不同呢 這個要回到說新北市政府提的 他在提的這個民國68年 也就是民國68年開始的那個航照圖 那開始的航照圖裡面呢 是並沒有現在的84 也沒有現在的85 所以只有現在的86跟89 這個地方有建物啦 只有在86跟89有建物 那這個建物呢 大概就是我們推測的所謂的大公寮 那裡面有四戶 裡面有四戶 所以呢這個賴清德提出的 84號的整編為84號 其實是在大公寮裡面 那跟現在的這個84 是在經過兩戶 就是他的旁邊的兩戶 所以這個門牌是移動的 門牌是從裡面被移出來的 被譬如85號先移到隔壁 然後呢 84號再移一次 所以這些都證明說這個賴清德的這個 戶籍藤本那個舊的戶籍藤本 這個84號跟現在這個80是不同的地方 那可是因為呢 這個有這個老的戶籍資料整編了巴士 所以他以為說 他就是原來就在這個 住在這個地方其實是錯的 所以他說他是他父親的公寮的整修 那這個他的競選總部的修 這個賴清德是他的父親的公寮的整修 這個就是很顯然的大謊話 大謊話 也就是說原來他的31字號 都還不是他的房子 不是他父親的公寮 是公司的公寮給員工居住的 那因為這些老員工的這個 訓責老員工繼續讓他們住在那邊 所以那個也是屬於公司的財產 那這個就是會證明說 為什麼這個後來那個土地不是開始有出售嗎 阿扁時代這個土地開始賣出去嘛 那賣出去的時候 這個賴清德他 如果是屬於他父親的公寮 他早就去買下來 因為當時他是立法委員 阿扁在賣那個土地的 他已經是立法委員 第二屆的立法委員 所以如果這個國有地開始賣的時候 那麼賴清德為了他自己父親 原來的公寮在那個地方 那早就去買地了嘛 結果沒有 他的母親是直到2004年的時候 那麼才向一個前手 姓李的一個前手 去買了這一塊地 那買了這一塊地 然後這個賴清德在這邊 就203年開始在這邊蓋房子 就現在的新的84號 是在2004年的時候才買房子 所以2004年的買房子證明說 你如果原來有公寮 你早就買了啊 第一次在政府飆售的時候 就應該你們 而且當時他是立委 他就可以主張說 我們是在這邊的原住戶 這塊地我有我父親的公寮在裡面 我可以直接先買了 所以從他媽媽買房子這個時間是2004年來看 那就也可以反正說他不可能是他爸爸有延始公寮在這個地方嘛 第一個說謊 所以我們認為說 賴清德這個事件 他等於是從我們法律的角度來看 你就很坦然面對說 你是你當時買了之後是一個 就是說沒有去申請這個建築執照的違章 你就坦然去面臨你這是一個這個違章 然後呢你去推動說 這些這個所謂的礦區原來這些能夠揮護鄉村區 讓大家可以蓋房子 正常的鄉村區是可以蓋房子的 好我先打插一下蘇縣長 這樣講起來就是兩件事 第一個賴清德說謊 因為他現在的這個中幅路84號 在1979年當時的杭兆圖 它是空的只有樹沒有任何東西 所以可見當時他父親的那一個住的地方 其實是31-2號 事實上31-2號也不是他父親的 是那個礦工公司後來把它變成了四戶 那麼當時阿扁時代這個地可以出來 讓這個一般的民眾申購的時候 被一個理性的一位先生的 把它買走了 他的媽媽賴清德的媽媽是在2004年的時候 跟這個理性的地主買了現在的那個 中幅路84號的那個地 但是他只買了地 買了地 你把蓋房子要申請建築執照 他沒有申請 對對對 好那就是擺明了違建嘛 是 因為那塊地到現在的編定都還 區域計畫法的編定還叫礦業用地 那礦業用地是不能夠建築蓋房子的 礦業用地是不能蓋房子的 那麼當時的公僚應該也是在區域計畫法實施以前 那麼就已經蓋好了公僚了 所以這個賴清德在2002年整地 2003年開始蓋房子的時候 其實這個程序以他已經當了兩任立委的 應該很清楚 這個一定要去申請建築執照 當時2007年他媽媽過世的時候 我也是特別從南部 提前跑去他家 蓋房子嘛 那所以當時我們其實關係都還算是還不錯啦 那 坦白講就是說 當時去蓋房子 他的這個事件 八十四號 中幅八十四號這個 這個新的違建出來的時候 那我在想說 那個圖出來的時候 我們在想說 當時我們去蓋房子的時候 跟現在完全 就是沒有感覺是同一個地點啦 沒有感覺是同一個地點 為什麼沒有感覺是同一個地點 第一個 我當時我們當時覺得說 沒有離馬路啊 我們覺得離馬路有距離了 因為我們坐在那邊 連車車聲都沒有停到 完全沒有感受到離馬路 也看不到馬路 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 這個當時的這個 他的這個老家的房子 如果以現在八十四號 他右邊至少三四棟嘛 三四棟連在一起嘛 結果當時我們去看的時候 沒有旁邊沒有房子啊 旁邊沒有房子 是一個單獨的房子 對一個單獨的房子 然後他媽媽的靈堂 是放在這個房子的大概差不多五六公尺 五六公尺左右一個靈堂 所以那邊他的右側是空地耶 那是空地啊 所以我們在那邊這個參拜的時候 跟現在這個他鄰居有四五棟 四五戶都完全不一樣 所以呢我們才會說 欸這好像跟我們當時去拜的地方 地點不一樣 那可是他現在說 喔這個他就在那個地方 其實跟我去的那個那個 實際的實際的那個現場的完全不一樣 這個是我親自到這個萬里他的老家 去跟他媽媽這個祭拜的時候的得到的印象 那不就是 那時候去的還不止只有你 其他的認證是同樣的看法嗎 就是當時因為我們副縣長顏存走 其實大家都熟嘛 因為當時在台南 賴清德其實也算是我們拉拔上來的啦 當時他的選國代選立委 第一次選國代第一次選 都是我們幫他這個拉拔的 那所以當時這個我們去參拜的時候 的確是旁邊沒有現在好幾戶 所以我們認為說 好像不是現在這個地點 這個這個連元春走都同樣有這個 所以很感慨 對都同樣了解 當年拉拔現在變拔蠟 那些真正的公僚你都沒有處理了 結果你搞一個這個賴清德的這個 新建的不是公僚 要來做這個礦工生活紀念館 那是一個大笑話 從文化的角度你根本就是在侵吞人民 侵吞這些真正的公僚的預算啊 將來這些這些預算都已經沒有 都已經幾乎是很少的預算了 然後導致他們沒有辦法這個 大家也不知道知道人很少 結果你現在反而這些錢可能就反而就跑來賴皮老這邊 然後變成來資助一個特定的一個 可能就是幫賴清德背書的一個文化團體 那讓這個幫賴清德背書的這個文化團體去經營這個礦工生活故事館 然後反而排擠掉其他 他真正的保留原始真正礦工的工僚的這樣的一個礦工生活園區的這些資源反而被排擠掉 所以我覺得這個賴清德的表面上說我要做什麼礦工生活故事 其實是在傷害這些既有的礦工的這個工僚 他的生活的文化管 那些才是真正變成真正的受害者 這個是根本不是工僚啊 然後你政府花很多錢 可能就政府花很多錢來promote這些工僚 然後來充實他的設備等等 所以這個我覺得這是更不應該的 trovatican水! 搁成魚我 搁成釀壞 搁成魚 搁成魚